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别氏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戴马Sir 各位朋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沙冷器》 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频道遇上了经营困难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好了,今节我们讲一讲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被一位黄友教授 又是说start up 很搞笑,他经常说start up 这些什么北欧国家,这个又不是北欧国家 他又说错了 我们不是说立陶宛 但错的地方又是来自同一位 这些教授就是沉教授 为什么你经常说别人是北欧 他都承认自己是东欧国家 别人都说自己是东欧国家 你就说别人是北欧国家 是什么国家呢 就是拉脱维亚 当然了,波罗的海三国 不是波罗忌海 我之前说了 波罗的海三国,现在是大麻烦的 整个欧洲都是大麻烦的 但是这个拉脱维亚 就是大麻烦中的大麻烦 而且很搞笑,刚才我们说的那位沉教授 沉嘟辉教授 他呢 还是推荐人家说拉脱维亚是个不错的地方 又是叫人家移民的地方 当年他说的时候,或者是 现在就不是了 不是当年,是今年的,不好意思 这么快变得 真的 因为他特意访问了一个磨碌 通过那个磨碌说 拉脱维亚也不错 而且他就说 原来拉脱维亚 是可以找到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的 为什么呢 因为越远的地方才能找到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因为香港不再是哪个香港了 你白痴啊 你即是 在身边那些三色七的人 别人跟你说香港人,香港人怎样怎样怎样 香港人好,那就有身份认同了 你这些虚无缥缥的跟你说 真正的身份认同是怎样呢 就是 我觉得 大家为大家加油 不像你们这些人那样 你们这些B&August 就以B&August为例 出到去,不像自己扑自己的人 自己骗自己的人 是吧 香港人身份认同 香港人最大身份认同就是大家一起赚钱 好好过日子 不像你那样 当然你说到自己很高尚 他真的在赚钱 他说到自己很高尚 我不去新加坡教书 因为 不是我相同理念 别人请不请你,新加坡是顶级地方 讲话 沉旭辉教授就说 这个地方 那些人 很支持香港人 就是访问了一条 阿姐 那个阿姐好搞笑 又扮认好像很懂英文 但是 他 假的西人又不是说英文 是说 拉脱维亚话 其实他有那种 他访问过阿姐 他访问过阿姐 扮认得好像很世界女 其实 是井底之蛙 又扮认得好像很 很西化 我觉得 他是扮认那种ABC 但是 很明显就不是了 我们听就听得出这些东西是傻的 那 说回拉脱维亚和他其他的兄弟姐妹 当然 立陶苑我们也会说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有位皇友的KOL 就叫债亚哥 他推荐的地方 外沙尼亚 现在也是一副都是 现在也是一副都是 首先讲讲最大事的 就是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 其实 上个星期 他们就说 已经 向欧盟 提出一个保护机制援助 因为 他们国家的新冠已经 不够了 厌重程度 令到 医疗系统已经崩溃 是已经 记住 拉脱维亚 目前 首先需要的是技术支援 好像 专用的呼吸机 还有 病床 另外 一旦疫情继续恶化 拉脱维亚 我第一次听到那么大事 是病人多到 要将病人转移到其他国家 挺厉害的 印度也没有转移 不过是由得你 见上帝那些 是的 另外 真的 够疯狂的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不单 只能将病人转移到其他国家 可能将病人转移到其他国家 而且还要请外国医生 立即要去拉脱维亚 帮手救治工作 因为这个国家的医疗系统 真的崩溃了 他们卫生部长 帕夫纽翅 就说 到今个月底拉脱维亚 你听着 拉脱维亚病患者 住院人数 是超过2000人 2000人这么少 我多多看看 2000人而已 你都受不了 但是 拉脱维亚这个国家 人口是很少的 我都不明白那些人说 要去移民 很多前途 广阔空间 是不是 不要胡说 我只觉得 你们这些朋友 总之 anywhere 但香港 但是 我听到每一次他们说 anywhere but Hong Kong 这些地方 好像 好像 不够香港好的 拉脱维亚 人数是多少 只有 190万人而已 这么少 是啊 不怪2000个病人已经这么大事了 那波罗的海三国 其实 波罗的海三国 原来 不怪立陶宛那么兇 在中国叫嚣 他们是最多人的 差不多两百八十万人 太少了 少得可以无视你 对呀 老实说 他们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个叫 吸引眼球的政策 不断地 小中国 就有人管我们 对吗 这样就可以 拯救了 你不要忘记 台湾的考察团 今天 是 到 这个叫做 欧洲三小国 小国是我说的 事实上是 小国 就是 立陶宛 捷克和 斯多佛 在小国 没错 最小的 就是那位 債亚哥 那位皇友 KOL 推荐的 外沙尼亚 133万人 你跟我说市场港幅 不是吧 有什么 去到那里 真的不知道 买个古堡 去收租我 你先租给谁 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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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算了 但是你不要忘记 人家说 古堡 这个世界上 古堡最美最多的是 德国 为什么我不去德国看呢 看这些新天鹅堡 这些不好 你这些大众大例的 我们这些 别有封闭 你这么说都行 你这么说都行 但是 你是移民 債亚哥 还有那些 维修 都挺金的 而且说开德国 他自己也是去德国的 債亚哥 但是叫人家去爱沙尼亚 这个也挺好笑 说回拉脱维亚 即是爱沙尼亚的 难兴难帝 波罗的海三国 关上是波罗的海三国 都是大大 这三个国家 沉教授 都是有推荐的 他有个系列 特意推荐 叫做 香港人 香港人 北欧国家 不帮他买港国 免得害人 都说不是北欧 别人都说东欧 他们自己三个国家都承认自己是东欧 你死都要说别人是北欧 因为说起来就好像很厉害 北欧 瑞典 挪威 诶呀 芬蘭丹麦 全部是辅导楼 对不起 他没说错 是北欧 但是你不是那里 大哥 没错 辅导楼 那些国家真的是辅导楼 不过不是北欧 不是你东欧 不是你东欧 对不起 说回拉脱维亚 现在 虽然 只有三 千人都不够 主要两千多人 但是当地医院 收治患者的容量 最大得一千五百人 他就 说 如果 再没有起息的话 只可以将患者送到 瑞典和德国等等的轮角 治疗 同时还希望 欧盟派人过来帮我们 其实 应该预测 就是 十一月头 可能 有二千多名患者 应该不到三千 不过对于 这样的国家来说 也是不堪重负 刚才也说了 一百九十万人 两百万人都没有 其实他们就说 我们 每天 确诊数 都差不多三千 每十万人当中的病发率 病发率也很厉害 大家听听 为什么 欧盟那么害怕 他这个感染率是 世界最高 你记住最高 哇 我初初以为 BNO组国已经很厉害 但是 因为这个国家 太渺小 没什么人看 原来他才是最高的 说回 他们 当然 已经宣布了 他们也成为 欧洲第一个宣布 进入 紧急状态的地方 而且有宵禁力 陈旭辉不是说 医疗很好吗 这个国家 说 我住得过 不错的 找到香港人 身份认同感 难道在 医院里找到 有宵禁令 关闭 营业场所 就为了减少 新冠的飙升 现在 这个全国 封城令 当然他们进入了紧急状态 已经宣布了 就会持续11月 15号 除了餐厅 可以 有这个外卖之外 理发店不用说了 每次封城 非法谱也是首当其冲 当然是关闭 歌剧院关闭 每天晚上8点到第二早上5点 凌晨就消禁 他们的总理 卡林斯 就说 要向那些已经打了 疫苗的民众 说道歉 因为我们的国家貌似 都是控制不了疫情 所以 这些 国家制 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呢 我不是 看小国的人 但是 始终你小国 是寡民 人都少 这个事实 但是他们的小国寡民和北欧不同 北欧是 極度发达 而且你不要忘记 他们 人家挪威是有油田 是不是 喂 人家有很多科技 很多科技 所以 拉脱维亚 都是 差一点 拉脱维亚两剂疫苗接种率 是刚刚 51% 在欧盟地区来说 真心来说 算是差 现在连澳洲也追过他 但是他接种疫苗的 时间 在8个月之前开始接种 哇 是的 澳洲还要比他迟一点 少少 你可以说说差不多 但是澳洲也经历过很煤的 时间 但是 澳洲现在是 62% 接种率 两剂 是超过美国 一些叫做优等生 其实我想澳洲也慢慢 可以超过他们 美国是58% 澳洲是 62% 美国很早开始 去年年尾 而且他曾经试过全世界有一段时间 星期前 最厉害的 对吗 但是马祥那栋更厉害 72% 不错了 虽然 之前也经历了一段 相当痛苦的时间 我们看看 拉脱维亚 上个星期 尾 因为今个星期未到 未完 原来 截止到上个星期尾 他们过去 14天 每10万人 就 最少有 1406人 是买了新冠 这个是全世界最高的 所以呢 亦只可以 是紧急状态 那 另外呢 我们经常说的 爱沙尼亚 就是什么齋亚哥 叫人去移民 买什么古堡劏房 那些 嗯 爱沙尼亚 是 都很严重的 都很严重的 刚才我们说 每10万人 拉脱维亚 就有 1406人 是买了新冠 其实呢 这个 爱沙尼亚 每10万人 都有1126人 中招 波罗的海 三国中的大国 人口最多 徒苑 其实 都差不多 跟 爱沙尼亚 每10万人 就有 1221人 中招 因为拉脱维亚 他刚才说过 疫苗接种率 是 紧紧地过了50% 所以欧盟国家当中 是排倒数第四 原来还有比它差的 就是保加利亚 和罗马尼亚 还有就是 克罗地亚 嗯 这些都是 东欧地方 都一样 我不是说经济落后代表什么 但是 有没有发觉 经济落后地方好像对于 疫苗接种率 是不敏感的 两样东西有些关系 可能 人的质量比较低 哈哈哈 另外呢 原来 爱沙尼亚还有样东西 不要以为只有 这个 叫做 新冠 原来他们还有样东西 就是什么呢 H5N8 琴流感 蛤 是啊 真是不知道 其实他们流感也很厉害 但是琴流感也是有 因为 世界 现在 动物组织已经通报了 爱沙尼亚的 两个棍 一个叫Tatou 一个叫Hajou 其实是爆发 琴流感 香港政府已经是做了事了 香港政府就说为了保障 本港公众健康 食物环境卫生署 食安中心就决定 琴日起 即时 指示全香港业界暂停 来自爱沙尼亚 这两个地方的 琴肉和琴类产品 但是 爱沙尼亚有没有 继续入口香港 真心地问我 不是那些 大家不要想 不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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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吃的那些 就是去煮来吃的那些 不是吃的那些 没错 不是那些吃的 不是第3只脚吃的那些 广反 食安中心已经联络 爱沙尼亚当局 就说 希望他们继续密切留意 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以及相关部门 发出的 琴流感消息 目前 和爱沙尼亚 只是建立了 琴肉进口机制 但是 没有琴蛋 进口机制 只是琴肉而已 但是没有蛋 根据 原来 是这样的 这句好笑 根据政府统计数据 本港今年上半年 是从来没有 在爱沙尼亚进口琴肉 刚才我们在麦后 谈起这宗新闻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 那里有出口鸡肉 应该没有吧 我想去东欧比较多 OK 是的 而且 爱沙尼亚 有件事是很严重的 为什么呢 就是接种率低 接种率相当低 所以 现在 爱沙尼亚就很害怕 就像他的轮角拉脱魂亚 要进入这个紧急状态 或者 进入封城 另外 他们 又学别人 就是 决定推行 第三劑加强劑 好像第一劑都 一般的 还说第三劑 第一劑 全爱沙尼亚全国最少接种一劑的人口 是67.5% 都差了 都差了 其实 很搞笑 现在 欧洲其他国家都是一般的 德国也是 不妙的 爱沙尼亚 也是不妙的 刚才也说过拉脱维亚更加成为欧盟第一个实施全国封锁的国家 因为疫苗接种得低 另外 刚才说过的疫苗接种得更加低的罗马尼亚 都是有措施 他们 重新实施 消禁措施 并且要求所有人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 都很厉害 刚才我们说的是爱沙尼亚和 拉脱维亚 还有就是立陶宛 每100 万人的 纵新冠律 其实 说回 致命律 不是说波罗的海三国 罗马尼亚 每 100万人 每100万人 就有 19.25 人是因为新冠而走 亦是世界上最高致命率的国家之一 真是很可怕 这些地方 但是我暂时就没听说 一些什么新闻说移民罗马尼亚 说真的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立陶宛 就听过无数 那么多次 还是那些很出名的 黄人KOL 说 这些地方有自由 这些地方 反中 这些地方撑台湾 但是 这些地方 从这些大事件当中就看到 医疗是多么大 是 是吗 事实上是另一个国家 这个更厉害 当时有人来 香港教路的黑暴 如何搞事 记得吗 乌克兰 记得吗 没人特意去香港教他们 似乎危险人物 似乎危险人物 乌克兰 亦是 創下了21号 有史以来单日最高的纪录 就是22,415人 卖了新冠 也挺可怕的 黄友很推送这个国家 因为 看了Winter on Fire 你记得那个女黄友不是说的 不是说 我们想香港变成乌克兰 那就大默默 他真的入口很多 很多肉类 人肉 是的 入育入育 很多人是大保健 大保健从业者 对吗 是的 似他就真的是大默默 是的 其实 德国也不好过 23号时 德国的 感染率已经升到 2020年5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 每10万人就有超过100人是买新冠的 嗯 比利时 和爱尔兰 都不是好过 比利时就是每10万人就有325人买了 之后 爱尔兰共和国 就有 每10万人就有432人买了 而且率很高 率真的很高 不是开玩笑 另外 普京大帝也不是很高 其实普京大帝也是大祸 都大祸 是的 普京大帝就宣布 现在 俄罗斯 迎来了最 严重的 新冠 疫情阶段 从星期 六起 就封城10天 全国 全国 所以 不是那么容易 刚才我们说的 当然 立陶苑就是他自己亲自介绍 因为他去过那里玩 之后 这是个 玩和移民 找食 怎样呢 老友 另外他 他是介绍波罗的海三国的 找了个傻叻的艺术家 找到香港人身份认同感 就是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他就找了一个姓吴的哥 这个 姓吴的哥 他就说 爱沙尼亚很棒 怎样 他也挺厉害的 他号称自己还在 爱沙尼亚某份报纸 帮忙写一些东西 还在学着爱沙尼亚文 之后 你这么厉害的爱沙尼亚文 怎会懂 但是 后来说 是呀 我以前是学俄文的 所以 在爱沙尼亚可以生活到 很多人都会说俄文 但爱沙尼亚有自己 爱沙尼亚语 所以他介绍的三个国家 现在都是大大祸的 冬天有很久 其实 你经常说什么好国家好 很多时候 如果你看到这些大事件发生 就是考验一个国家的真真正正实力 是的 原来 意上不到地 欧洲 接种率最高的地方 就是 斯朗拿道的故乡 葡萄牙 葡萄牙很厉害 86% 两剂 高于新加坡 很厉害 新加坡是83% 目前的数据 葡萄牙很厉害 想不到 不过 葡萄牙是小国家 可能容易一些 你看看美国本来是优等生 现在都是一般的 58% 是吗 嗯 慢了很多 一开始的时候 冲得很高 冲得很厉害 冲得很厉害 过了60% 或70% 之后就非常慢 过了50%之后就开始慢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了 你找香港人身份认同感 我觉得 不如 回香港吃个茶餐厅 可能就最有身份认同感 哈哈哈 就这样 再见 再见 nein 再次 Britney neat 再次 告别 字质